PS5的二档会员里面的游戏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会出户的 六月份的一档会员可以领取了 入口在这里 首先来到会员 探索里面有一个叫每月游戏 是这个 二档会员是这个 叫游戏目录 三档会员叫经典游戏 那我们来到一档会员 一档会员里面一共有四款游戏 这个战神 我在这显示的是下载 因为战神在竞选集里面 我之前领取过 火影忍者是我刚才领取的 所以现在显示的是下载 这个海绵宝宝 我还没有领取 各位注意看 它写的是添加到内容保存库 但是我们看一下二档 二档这款游戏我还没有下载 它显示的是下载 并不是添加到内容保存库 一档会员和二档会员是不一样的 一档会员一旦领取后 它一直都在 即便是有的游戏以后出库了 但是在内容保存库里面仍然有 比如一档会员里的精选集 之前有一个P5 现在没有了 现在在我的内容保存库 Plus会员里面仍然是可以下载的 二档会员就不是了 我感觉它应该和微软的XGP一样 或者类似 每个月会有入库的游戏 也会有出库的游戏 但是像这种第一方的游戏 应该会一直在游戏库里 但是第三方游戏 有可能会过半年 或者超过半年出库 短的也有一两个月出库 这个不一定 但是一般在出库前 都会做一个预告 某某游戏会在什么时候出库 各位赶紧玩 但是现在索尼的会员 可能是刚刚上线 还没有这么完善 另外有一些规则还不明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期见